流浪相守 这次聊聊手枪射击训练 或者说是自我培训 枪手有空就要去拔掌 久而久之就需要找点理由 而提高自己射击水平的借口 当然最是高大上 毕竟是平头百姓业余玩枪 所以也没有考虑什么学习班 甚至专业教练 以前都是去拔场随意削减 最近找到了所谓的射击诊断拔 拔指 diagnostic shooting target 觉得很有些帮助 这里贴出来 看看各位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这个所谓的诊断拔指的来源 没有考证 网上一查 拥护和反对者都有不少群众 这里枪手可以先说出来 自己使用后的结论 那就是确实有帮助 但有很多限制条件 首先一点就是设计者本身需要具有一定的基础 就是说打瓦石子弹的分布要相对紧凑 这里 这里 如果打成一片闪杀 或者别 别说是诊断拔指 就算是专业教练 也是爱慕能助 只有子弹落点 有明显的倾向分布 拔指才能发挥用途 就像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明显的分布倾向 枪手肯定属于业余一足 看拔指上的标定 过于详细 心里有些打触 自己首先强行简化一些 就是子弹落点大致偏上的话 肯定是枪口上扬 射击的时候枪口上扬 原因当然就是 射手心里对后座力的预期 反正也是一样 如果落点太低 则很有可能是太过于 想克服后座力 以此类推 射击的时候太过想 克服这个后座力 所以说有一个向前推的 一个倾向 或者动作 至于落点偏左或偏右 则是枪手平时 最容易出手的情况 这里很容易理解 如果偏左的话 说明 食指与扳机接手的位置 太接近指尖 正常是这种情况 那么太接近指尖 是这样的情况 扣扳机的时候 有一个向左边推的一个倾向 如果偏右的话 那么相反 说明食指与扳机接手的位置 太离指尖太远 这样 下面是枪手 刚刚拿到这支CZP09 的时候打出来的分布 也就是grouping 都是偏左下方 都是偏左下方 刀扳机接手的位置 加磨它 入筋 崖河 等下方 蓬包 过去 静 对照诊断拔指可以清楚的发现 这是因为扳机扣动太快 太突然或者是扳机扣动的速度不均匀 那么发现了这些 下来如果可以留心的话 效果会有明显的改善 这是注意后的设计效果 那么同时为了克服扳机释放的突然性 枪手还更换了机锤弹簧 扳机弹簧等等等等 让扳机力度有明显的减轻 再来测试一番 效果好像更加明显 当然也许是枪手的心理作用 个人经验 枪手发现手中不同的枪支 打靶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毛病 如果一意纠正 就枪手的钱包加上时间 肯定也不可能 所以这里不情愿的说一声 如果想提高射击水平 只能钻住于一两支枪 下面的视频录的是另外一支枪 CZ-75S-PIN-1的打靶情况 原来被枪手基于厚望 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热情 我们看射击的情况 虽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但也没有让枪手太过失望 我们看射击水平 当然要达到形成肌肉肌翼的阶段 肯定是任重而道远 需要大量的练习和时间 但无论如何 总算有了一个正确的起点 再总结一次 如果个人的射击效果 重复而却持续的情况下 这种针断校准法指 还是能够提供某种帮助 考虑到射击教练和培训班 乃至于子弹的价格 这些帮助绝对是物美加廉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